作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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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北投教會堂 故事更新案基地範圍 北投區 溫泉段 四小段 五十九地號等 三十六名土地 為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所列有破壞古蹟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觀覽通道之餘 同意備查 二 請開發單位擬聚古蹟監測保存計畫 保護計畫與文化值審查 控制並聚以執行 案三 歷史建築松山寮寮所所長宿舍 松山寮寮所宿舍 旁都市更新案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一 歷史建築松山寮寮所所長宿舍 松山寮寮所宿舍旁都市更新案 分新案基地範圍環島循環城段四小段 一八 一五八 一五九 一六零 一六一 一六二 一六三地號等六里土地 一 附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四條鎖列 有部外履歷史建築去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官來通道之餘 可以被查 二 請開發單位擬聚歷史建築 監測保護計畫與文化值審查 後續並進入執行 審議案 案一 農事所宿舍群 產業改良廠文化資產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文嚴重的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決議 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登陸農業試驗所宿舍文 歷史建築 登陸事項其委員參閱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登陸費指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三 有關檔案 去羅斯古路斯段119校62647072號 及612NO3號建物 後續請提報單位補充相關資料後再送等候審議 案二 歷史建築副平良歷史建築局 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本案審查通過 案三 指甲市定古基自由之家大同之家 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 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本案審查通過 二 以建物修復後之現況合法許可使用 為未來再利用計畫變更 古基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 應再行檢討應應計畫內容 並應普基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樂建築區 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 辦法規定程序 送主管機關辦理後續 案四 直轄市定古基台北工業學校紅樓 歷史建築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一大川堂行 無樓紀紀念中樓新建議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 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本案應有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第一 向所謂情形之餘 本次審議不予通過 二 建議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先與校內各方充分討論 並參考歷次審查會議委員意見進行修讀 案五 歷史建築玻璃路餐廳 擴大保存範圍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變更玻璃路餐廳本店 歷史建築本體範圍 登陸事項想委員 其委員參閱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局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後續是 案六 歷史建築國立歷史國務館 本體保存範圍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修正員工告促建地級地形圖 修正後地級地形圖想同建三 另 員工告事項 六 保存範圍建築本體範圍 不含尊建為建部分 修正為建築物本體範圍 二 反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局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案七 歷史建築國立歷史國務館 修復及再利用期規劃設計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本案水長通過 五 臨時告告案 案一 直轄市地古籍西門紅樓堂興建建築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告告案 結論 一 直轄市地古籍西門紅樓堂興建工程 基地範圍萬華區漢中段一小段 二十一六地號角二十一土地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所列有破壞古籍日完整 遮蓋其外毛巫阻塞其關聯通告制度同意備查 二 請開發單位禮據古監測保護計畫 與文化局審查 後續並去執行 以上 其委員同意備查 好 等對上一次的會議紀錄 各位 有沒有要修正的內容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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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還是那七 七 六 九 二 九 大概這個點 就是我記得最後 我放了一遍 我們發言就是因為我們後面還要看 還有那個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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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那我記得通常講說龍市所 龍市所的宿舍群們跟龍蓋蓋廠 宿舍這兩個最好還是分開 但我現在不曉得我們現在登幕的那個 七、七、六、九、二、九、四是屬於龍市所 還是屬於藍蓋廠 這個沒有上早上沒有 這個看法是藍蓋廠 這個 好 再這樣 我們先去查清楚等下再評考就可以了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其他的我們就先去規查 剛剛林老師做指教 我們要把這個詳細的提表查清楚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繼續今天的報告來 好 謝謝 謝謝 報告1 按由直轄設定谷基金美吉飲料房 社區文化管新建工程案 涉及文化資產防守法 第34條 規定報告案 暴行工件 依據文化資產防守法 第34條 規定報告案 暴行工件 依據文化資產防守法 第34條 規定報告 會議決議請吉美吉飲料管理委員會 補紅人建築師事務 檢討修正本案建物科 向立面開窗形式及場面文革 其餘同意被查並請業務科進鎖 將審定存責阿溫多士塔單局辦理後續 新建工程位置圖長規定1 當時第48次文資會議紀錄長規定2 本譜於104年1月19日 合定景美吉飲料社區文化館 新建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 107年3月19日 渡方局安清本局 就景美吉飲料社區文化館 新建工程第二次變更設計提供意見 本局107年4月30日台會部獨發局 請提供變更設計圖說 變更設計前後差異 及以古蹟為視覺景觀點字模擬 主題相關雙人體力版以後續相互見識 第三 申請到位於107年4月27日 檢討相關輔說過局 本局於107年5月21日 召開本案新建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碼 第34條審查會議 邀及文化資產保存碼 邀及文化資產保存碼 第34條審查會議 邀及文化資產保存碼 請議委員意見修正圖說後 後續將依規定提送本府古蹟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區 考古移植 及文化景觀選議會報告 4. 本案修正後 文化資產保存碼 第34條審查會成報告 在行委員上桌面資料參考 藍色的部分是本案的 社區部發展新建基地 團圍在京美金廟後房 這是他的行側圖可以看到 新建基地的位置 這是目前的實景模擬圖 應券utarden 申請公告訴我們 本案實現有幾秒代表邀寳 法官 學院長官 大家好 因為我們是安執法 拜託我們所有的長官 案官給我們 我們現在把案 我們現在也已經做好了 如果揮議紀錄我們可以接到 我們就可以申請使用執照 謝謝 謝謝各位長官 好 謝謝 何惟針對北海裡有沒有指教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知道你辦意見通過 謝謝 那本案以外內容為 執行釋定股經紀美金妙趴 社區文化館興建工程安慰 有文化資產保守法第34條 所列有破壞股基之外 有增蓋其外貓貨 主射器官通告之餘 請同一被罰2本案議 結論本領後續 好 各位有沒有沒有指教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同一被罰 謝謝 按一按由大安區超多街55項246號 介入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按由大安區超多街55項2號4號6號 介入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提供審議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守法 第17案18條 主機指定及廢職成答案法 第10天主 今天天主登附廢職 審查機服務 本案的辦理情形 依本案 依本府都八局 辦理民眾張宏俊委託安關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 申請事情劃定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 四小段 一五地套等 九筆土地 更新單元 本案的交替建物 草舟基55項2號4號6號4 屬文之法第15條 公有土地上所定制建造物 新建環境 逾五十年 而輔助八局 於106年3月3日 邀請郭熊委員 詹天權委員 辦理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本案建物 住入土地為 大安區 金華段 四小段 第155號1號 土地座 全組 國有 管理搭配為 行政樂農委會 零務局 土地分區為 第三種 住宅區 本案 後續 於106年3月13日 邀請郭熊委員 詹天權委員 辦理 本案文資價值評估 貴刊 貴刊結論為 潮州街五十五項 二號 四號 六號 建物具 文化資產價值前例 本案後續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四 本案 本局 一資權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七 及十八條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議程序 本局 106年7月26日 邀請郭熊英委員 蔡元良委員 李前良委員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超級配判 配判結論為 本市單居 潮州街五十五項 四號 六號 初步認定規矩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潮州街五十五項 二號 初步認定規矩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市會開案的委員意見 再要如下 本局 這兩次會開案的委員意見 再要如下 本局 一 五十五項二號 一樓為專造 二樓為木造 為台北市區內 罕見之二樓式木造日式建築 通北角通往二樓之木樓提及屋頂木架保留完整 內部隔間保留木造原樣 二 四號為一層樓木造建物 原作為倉庫使用 除屋頂歷經整修 木造屋架及羽銀板外墻上 完整保留 三 六號公廁為一層樓木造 西側為二層樓木造建物 木造屋架及羽銀板外墻上完整保留 四 山洞之牆基與一般日式建築有不同特色 有RC板樑、專柱、專牆 大部分為木邊、夾泥牆 二樓 二號的一樓為專牆 二樓為木造、木邊、夾泥牆 屋頂瓦座 六號局部增建為C行鋼 未來再利用應有良好之規劃 五 規例於再利用規劃 建議二、四、六號以歷史建築跟木保存 本案地形圖及昂道圖箱 強參附建六 本案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恭喜參與附建七 本案的草州街二號四號六號的地體地形圖 在京華段四小段一五號第一號三 建物坐牧的範圍 那在台北市的歷史圖是展示系統從最早的30 從34年的航廁以上就 就發現它已經存在 那這是 它的全景圖 它有草州街二號四號六號的地圖片 那二號的樓梯 以及二號對樓的內部 然後草州街四號 然後以及草州街六號的外觀 以及它的圖片圖片 然後草州街六號的內部 本案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基本資料 在它的建築規模是 五十五下六號是一城樓為磚造 二城樓為木構造 那在四號六號是一城樓木造的建築 土地及監委管理機關為樓國會零務局 管理機關的保存意願 那零務局表示他們沒有意見 使用現況為倉庫的使用 那本案的價值分析 本局106.7月26日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配桿 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認定僅有草州街五十五下二號具 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那本局會收集更多委員意見 於107.6月7日辦理第二次的現場會堪 那初步判定是草州街五十五下二號四到六號具有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未來的保存管理維護 依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文化資產一由所有學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建議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下午原說明 登陸範圍之影響林務 物件或物行為倉庫使用 登陸後對於現況上午冥想 已辦理行同意登陸大安區草州街五十五下二號四號六號為歷史建組 名稱為草州街五十五下二號四號六號林務局宿舍 二種類宅地 三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草州街五十五下二號四號六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的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草州街五十五下二號四號六號建築本體 建物為大安區京華段四小段一四一建號 建物作用於大安區京華段四小段一五五地號 五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草州街五十五下二號建物興建於日治時期 一層為磚造二層為木構造 為台北市區掃建置二層日式建築 二樓大樑為巨大的木樑較為罕見 且屋頂的木架東北角之木樓梯亦保留完整 建物整體仍維持原貌 具建築實質價值 二 潮州街五十五下四號六號尾一層樓木造建物 建物保留上升完整 且潮州街二號四號六號建物一定保存 除可保留原有空間紋理 屹立於未來再利用之規劃 具有保存價值 三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三款登陸基準 二 本案提醒本省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林務局的代表 要爆金之後 請求其務 來 林務局代表 請 scares 請問 呃 因為本案是日據時代的建築 我們在40年有做分析 但目前有關機關系列的分析 我們介入部以前是做宿舍的使用 目前因為宿舍已經收回來 那是唯一的參與參與參與更新的使用 至於是否會指定歷史建築跟武器 我們會尊重規定的意見 那如果HP的話 民務局跟居民資法要分析出來 好 謝謝 是不是還有第二位 沒有了 沒有了 好 那麼針對本案的你發意見 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的指教 來 郭老師 我們其實有去縣開過兩次了 還另外換了一張一次 其實林務局是保護維管的蠻好的 當時我記得我們當時有問你們說 他之前是做宿舍 可是在美國是宿舍之間 因為那個下面是他很大的地方 其實有做倉庫 所以我剛剛講說變成宅地 我想問說在做宿舍之前 是不是有做了倉庫 到後來就變成倉庫 因為那個格局不太像是宿舍 在下面的空間 我們目前資料可以找到以前是配住成宿舍 那前面的那些空地 目前是因為以前是後來居住的人 陸陸續續的增進 那後來變成就把它拆掉 回前來拆掉 那目前我們資料顯示是 因為是以前都是配住給我們以前的那個事員 好 這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後續會有個調查研究 如果有一些證據證據的時候 我們再也提出修正 如果沒有其他一些 我們本案會遭及辦一切的工作 好 謝謝 審議案 2 按由民眾提報案件 溫中間日式宿舍群列測追蹤審查案 按由民眾提報案件 溫中間日式宿舍群列測追蹤審查案 提請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碼第14條 辦理情形1 本案是主工坊規劃設計 部位有限公司 於106年6月提報 本市大安區溫中間18項至52項 泰順間新生南路三段等近30棟建物 為聚落建築區 請委員參考提報表件件1 查本案大多數建物 今95年12月13日文資會第7次會議審議決議 不指定古蹟及不登陸歷史建築群 請委員參考附件2第31頁 為提報人士聚落建築群 類別提報 本局遂應文資法第14條規定 辦理列測審查會刊 2 本局於106年7月24日 辦理第一次列測審查會刊 請委員想附件3 因建物數量眾多 在於106年12月22日辦理第二次審查 新廠會刊 請委員想附件4 第三次會刊於107年1月31日辦理 請委員想附件5 第54到58頁 中整三次會刊結論如項 1 聚文資價值潛力建物 溫中間18項 8 10 12 14 16號 溫中間18項16項1357號及246號 溫中間22項658號 據聚落建築群保存價值潛力 溫中間52項1357號及2468號 據文資價值潛力 前胎建物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 予以列測追蹤 後續提送本次審議會辦理審議 2 不予列測建物 和平東路1段248項12號 溫中間22項3-1號及5號 新生南路3段16項2號 泰順街11號及19號 雲河街118號 新生南路3段16項3號 3-1號 6號現況為空地 8號現況為空地 新生南路3段22項13號也為空地 新生南路3段38號40號及42號 溫中間25號 前胎建物因為現胎時 建物狀況不佳或人狀保留物分不多 改建過多 不具我換資產價值潛力 3 解除列測建物 雲河街117-1號 雖然91年建議保存 但現胎時已改建許多 建議解除列測 因建物數量眾多 範圍横跨建國高價強南北兩區 而且部分建物建議的類別設 95年文資會 不指定武基及布登陸歷史建築組織決議 為求神聖本局107年6月21日 召開諮詢會議 請委員想附建6 經委員討論建議如下 建議聚落建築局列測的範圍包含一下 和平東路一段248項以西 溫州街18項以南 泰順街一東 雲河街一北 該範圍包含現有的文化資產三棟 市定武基英海光布居 歷史建築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 丁光海丁肇中律所 以及歷史建築台灣大學公共宿舍 及剛剛的列測建物溫州街18項八十十二十四十六號 溫州街18項十六弄一三五七二四六號 以及溫州街22項六八號 在此區域內的柳工區 另外此區域內包含的和平東路一段二四八項十二號 及溫州街22項三十一號及五號被列測建物 溫州街52項一三五七號及二四六八號 仍維持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文資會 第七次會議決議 不指定古蹟不登陸歷史建築 亦不建議納入居若建築區列測範圍 這個是我們那個當時提報的範圍 紅色的部分是我們建議列測的範圍 然後紫色的部分是現有的文化資產 有台大公共宿舍以及陰海光及丁光海 那黃色的是我們建議就是剪除列測的部分 那藍色其他部分是委員建議不予列測的建物 比較近的是這是我們建議列測的範圍 以下就是我們建議列測範圍內的建物 然後有請回緣看一下我們的一些照片 這是市定古蹟、陰海光護區 歷史建築、丁光海、丁照中寓所 台大公共宿舍 溫州街18項8號、10號、12號、14號、16號 溫州街18項、16號、1357、246號、溫州街22項6號、8號 以下是不予列測的建物 和平東路一段248項12號、22項31號、22項5號 新生南路三頓16項2號、泰順街11號、19號、云河街118號 新生南路三頓16項3號、新生南路三頓16項31號、16項6號、現況為空地 16項8號、現況為空地、22項13號、新生南路三頓38號、40號、42號 以及溫州街25號、以上都是不予列測的建物 那建議解除責列測建物 包含雲河街117-1號、以及溫州街52項1357、2468號 你爸本案提醒同意1 1